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主持人记得台湾歌仔戏花旦迪鹰将他的宝贝独子送到美国求学他儿子的遭遇吗 当时我不明白 搞不好时至今日他也没弄明白 为何一个好好的孩子到了美国没多久就成了违法持枪的罪犯 我有些明白了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到底说什么 但是我看完之后他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是美国的环境不好 所以孩子到这边来本来是一个好孩子 因为美国不好结果被这个坏环境给传染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坏孩子 然后结果到了最后呢 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违法持枪的罪犯 那台湾歌仔戏我不懂 台湾歌仔戏的花旦迪鹰是谁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是台湾人你来讲吗 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吗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我那时候好像也在台湾 对我那时候人在台湾 然后就是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因为那好像是大新闻 他上了好多媒体 他的儿子买了枪 然后还有几千发子弹 然后呢 他儿子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名 他在台湾的时候他跟他爸孙鹏 他的儿子就在美国这个地方 然后呢来读书 然后呢就买了一堆枪还有子弹 然后呢 之后好像就是台湾新闻就爆出了 然后他非法持枪 然后就被抓了 哦 哦他不是美国人 他不是美国人 应该是学生签证吧 那反正呢 在美国不是公民的话 你是可以合法持枪的 如果说你要买枪的话 你基本上你是要有那个hunting license 打猎的执照 然后呢你才可以去购买枪支 在加州这个地方啊 我不知道他那个州是怎样 加州这个地方 你18岁你是不能有手枪的 你只能有步枪 只能有长枪 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 还有不同的身份 你可以买不同的枪支 那他为什么会最后被警察抓起来呢 为什么最后被遣送台湾呢 因为他那时候在跟同学开玩笑 然后在那边威胁同学 就是说 我要弄一个校园枪击案 哦我有枪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他在那个social media上面 在那边弄枪啊 然后弄什么喷火的那个桶 所以就是他发的那些社交媒体上 都是他弄枪的照片 然后他跟同学说 我要组织一个校园枪击案 对 那你说你如果是你同学的话 你美国政府的话 你会不会把这个人抓起来 送回台湾 太可怕了吧 对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怪美国吗 我觉得很多华人的想法 觉得每一件事情 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你的关系 写这个样子的留言的时候 你第一个 你要知道美国的枪支法律 因为我觉得他能写出 这样的留言的话 就他一个是他不懂 美国的持枪权 对于国家 还有对于人民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因为台湾跟大陆的人 都不能持枪 所以其实对台湾人 跟大陆人来讲的话 就是在不能持枪的国家里生存 你就会觉得说 持枪是坏事 就是持枪是百分之百的坏事 不可能有好事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枪支都是邪恶的 然后持枪的人都是坏人 那你在台湾的话 的确持枪的人都是坏人 然后坏人想对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为什么台湾的黑道 能那么猖狂 他可以就是 找几个黑道 在你家门口坐着 就是有这种威胁事情发生 你在美国试试看 为什么中国大白 可以破门 拿斧头 把它弄开 然后进去里面 把人抓出来 你来美国试试看 美国为什么是自由的国家 就是因为政府 没有权利去做 这个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政府 没有权利去做 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 人民有权利保护自己 人民有权利 而且有义务 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我们有追求生命 自由 还有幸福的权利 所以说 这些既然是我们的权利 而且是宪法保护的权利的话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使用 一个男生 他喜欢枪支 很正常的事情 男孩子从小 就会玩这些枪啊 玩这些什么东西的 但是他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成长 台湾的这个环境 就已经设定了说 你拿这些东西 不可能是真的 你拿一个枪 就绝对就是玩具枪 它就不可能是真的 所以他来到美国这边 他以为是开玩笑的一句话 他跟同学说 我要弄一个校园枪奸 他不知道说出来的话 是需要负责的 他不知道 说出来的话 这个分量是多少 他还以为 这边人拿的都是玩具枪吗 你在台湾拿一个玩具枪 你说 我要弄个校园枪奸 没有人会把你当回事 因为没有人有真枪 但是你如果在美国 说出这样的话来 大家就会知道 你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 就是这句话讲出来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然后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你只要谈论到枪的话题的时候 你是非常需要 对这个东西负责任 而且你是非常要 就是注意你到底 讲的是什么东西的 所以他没有经过 这方面的训练 一个是家长没教嘛 或者是家长也没有说 来到美国这个环境 孩子喜欢枪 他有买枪 但是我没有说找一个人 去好好辅导他 就是说你对于枪支的安全方面 你要怎么管理 或者你说出来话 你要怎么样 因为这个环境跟台湾是不一样 你要注意这点 但他就是 你可以说是年少无知 然后家长没有好好的教导 他自己也没有往这方面想 就是说我应该去学习怎么样 没有经过什么思考 没有经过大脑 他把这句话讲出来 他以为是看玩笑 人家别一听害怕了 校园枪奸 因为有过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这事是多严重 那就当然把它送回去了 在西方文化或是基督教文化里面 我们的话是有权柄的 我们话是有义务的 我们话是有力量的 所以说我们很在乎我们说出来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这个样子开玩笑 就像你之前我们也讲过那个故事 就是说在田纳西州 有一个人他想开个玩笑 他的朋友就在超市里面上班 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去争雇我那个朋友 于是他就穿得像歹徒一样 他就拿了一把玩具枪 对吧 他就去到超市里面 他说不要动 抢劫 他本来是想吓他朋友 结果这个时候 超市里的人真以为他要抢劫 有个人拿了一把真枪 从他背后就给他打死了 也就是说玩笑不能乱开 你做出来的事情 讲出来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那孙安佐这个 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小孩子 开了一个 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个玩笑 所以说持枪权这个东西 我知道台湾人很讨厌 我知道很多牧师都很讨厌 因为没有办法理解 对 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在基督教文化里面 在西方文化里面 在所有的文化 你如果是在乎自由的话 你就是要在乎枪支 而且尊重枪支 真正的去学习枪支 不要把它当玩笑 好第二个 军工产业对美国很多州的经济很重要 美国就是二战 发了战争才解决失业问题 兴起的 持续战争对美国有利 这是口口声声 以民主作为在各地 引起战争的理由 及不正当商业竞争的 正当性的美国 所不能承认放在台面上的 大概可以看得懂 他在说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为啥有钱 美国有钱是因为一直在打仗 然后美国从中获利 所以就是美国 是希望战争一直不断的发生 因为不断的发生美国就越来越有钱 那军工产业对美国的很多州的经济来讲 是很重要的 其实对整个美国来讲都很重要 对每个国家来讲其实都很重要 而且国外的经济军工产业 对美国也是很重要 因为美国出口很多武器 这边的问题就是 美国是二战发了战争才解决了失业问题 兴起的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糟糕的时候 大萧条 然后之后罗斯福新政 FDR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大政府的一个情况 罗斯福想要复制纳粹 希特勒那一套 在美国这个地方 社会福利政策 然后人人有车开 人人有输毒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政府补助的这个东西 政府想要控制一切来增加这个生产 到了二战真的开始了之后 他就发现英国那个地方已经要打烂了 然后罗斯福才说 我这个样子做好像不行 我决定我要回到自由市场 所以就是自由市场才能够挣钱 你说不太多反而他们挣不了钱 对 那个时候是政府发下了订单说我要这么多枪 你们这些产枪的公司 甚至不是产枪的公司 Tiffany都做过枪 OK Singer那个弄缝纫机的也做过枪 你现在各个大的这个公司 他们都做过枪 他们不是被政府逼着做枪 他们是说有多少钱 你们要不要这个订单 你想要订单的话 我们就给你订单 我们要什么战争资源 你出来 然后政府付钱 所以说解决美国当时 Herbert Hoover造成的这个大萧条 事业问题了之后 其实是自由市场让这个东西回复的 并不是罗斯福新政 之前Calvin Coolidge 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管的总统 然后美国经济好的很 然后他什么都不管了之后 接下来一个共和党总统 是Herbert Hoover 他造成了大萧条 然后接下来就是罗斯福新政 因为他看到大萧条变成这个样子 他就有更多的政府机构 来去管这些东西 所以说不要觉得罗斯福新政 是解决美国的这个失业问题的原因 然后他这边说 这是口口声声以民主 作为各地引发战争的理由 以及不正当的商业竞争的正当性 的美国所不能承认放在台面上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美国战争 全部都是正义的 我觉得伊拉克就不是正义了 然后我觉得阿富汗他是正义的 但是他应该早就应该退出了 不用像九百人搞得那么难堪 那是啦 我觉得像说对于罗斯福新政 各方面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 因为台湾的教科书也是这么写的 是吗 对因为蒋介石那个时候 他就是罗斯福二战的时候 蒋介石那个时候也是支持大政府的 他也是认为国民党要怎样怎样 说穿了国民党在台湾那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政府 那就是一个大左派 毛泽东那边也是个大左派 所以说他们这两边其实都是非常支持 国家掌控一切 国家掌控所有的生计 然后生产各方面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而且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如果说你对这些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影片是讲这个东西的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你可以去PHC上面找 PHC上面讲过好多次 但是我在PHC上面也是被骂得很惨 只是因为就是不能有任何人说共产主义不好 只要说共产主义不好 你就是没读书文盲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没有读过毛语录 没有读过林彪的什么什么 反正就乱七八糟东西 他就给你扣上一堆帽子 多来因为你知道在网路上讲话 根本就不需要负责嘛 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必要真的认真去看吧 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天节目就讲到 要顺服文化还是改变文化 我们是要顺服他们市场的运作模式 还是说我们要把基督的文化价值观 带进那个山头里面 其实整个节目 就是非常简单的讨论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哪一些基督徒做出来的行为 我们不同意 然后哪一些基督徒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是同意的 我们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到最后的结尾 我们总结就是说 基督徒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你不应该被那个环境 或者你工作里面的环境 这个价值观给带跑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要秉行着 神给你的价值观去做 基督徒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你不应该被那个环境 或者你工作里面的环境 这个价值观给带跑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要秉行着 神给你的价值观去做 整个节目只是这样的而已 然后我们得到下面的回应 就是你们在拜偶像 然后你们把DK当偶像 你们批评林书豪 然后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 然后我看完了之后 我都一口雾水 我说这些结论都从哪来的呢 你懂吗 就我们整个节目里面 都没有讲到这些事情 我们讲的是 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基督徒 That's it 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我们跟世界分别为胜嘛 那就是说基督徒 不要再去做世界人做的事情 在网上吵架或者骂架 其实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不仅没有任何的区别 还随便给人扣帽子 然后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只要我看谁不爽 我就说你法利赛人 那我也可以说你是法利赛人 对不对 只不过我不说呀 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 生命有成长了 就不管你年纪多大 生命都是要成长 就是不管干什么之前 都要三思 然后的确要用圣经真理 去看所有的事情 如果你看到有的基督徒 它跟圣经里面讲的不符 你当然可以说呀 为什么不能说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平平论断 回去重新读那个地方的圣经 回去重新查 批评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理解错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讲话有道理 那请就是运用圣经 然后好好的把你的这些观点给讲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前提 对吧 如果你要是上来特别不尊重人 然后上来就开始骂人 然后讲了半天 一句圣经的东西都没有 讲了全都是你的想法 没有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 随意的拉一个圣经的经文 用自己想要用的方式 拿圣经来骂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方式 作为基础服务 你不可以把圣经从这个方面这样去运用 所以咱说呢 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虽然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多好 但是感谢这些骂我们的朋友 使我们的生命扩张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就要什么呢 我们就要做新皮带 你这新就扩张我们 我们这新皮带就越扩充越大 所以非常感谢神 把我们放在这个平台上 年纪轻轻 就如此的扩张我们 使用我们 感谢骂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再顺便呢 做了神的工作来扩张我们 谢谢你们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有什么想要讨论的话题 欢迎在下面 理性的评论 理性的留言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对吧 那如果骂人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 而且我们不屏蔽别人的 如果你要是看 像什么骂我们的 或者什么 我们都是留在那里的 前几天有个朋友 就在下面说 你们好坏 你们居然删我们评论 是你自己没找到吧 然后他又说什么 在我骂完你之后 你又把我的评论给放出来 我跟你讲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不管是教会的生活也好 工作的也好 或者是回家的也好 我们没有时间跟你玩什么 把你的评论藏起来了 再把你评论放出来 我们都不会搞这些东西 都放着就放着 我们不会去删别人评论 我们不在乎 就是骂的人有多难看 或者骂有多难听 因为你们骂的 留的就在那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如果要是有什么 想讨论的议题也好 或者是话题也好 不管什么方面的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呢 非常感谢你收看 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